Hello大家好 我是DP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antigravity的双限额机制 在我们熟悉的5小时限额基础上 最近又新增了周限额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怎么一个情况 首先周限额开始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9日 我找到了这么一个文章 大概的意思是我们要增加周限额 然后这个限额只针对pro账号进行限额 然后ultra账号不受影响 然后我们来简单的理解一下双限额机制 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里是假设 假设每5小时OPS的请求数是150次 然后周限额OPS的请求数是300次 那么就是说你每5小时可以用150次 你一周最多可以用300次 那么可以做一个假设 比如说我每5个小时用50次 我可以连续用6个50 然后当我用第7个50的时候 不好意思 出发了周限额需要从我第一次申请的时间 往后推算7天 然后就可以再次刷新周限额 接下来我们对pro账号的限额进行一个分析 我这边先叠个假 就是说目前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官方也没有提供准确的文档 我在能找到的信息里进行了一个汇总和分析 我得出了下面这套限额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首先有两套限额机制 这个我们都知道分别是5小时限额和周限额 然后刷新的时间分别是5小时和7天 我们以OPS请求举例 每5个小时可以请求的数量是150次 那么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 大概每7天可以请求的次数是1500次到1650次 也就是10到11次OPS请求 这里我引用频道一位观众的留言 他大概是这样测试的 然后这边我再次声明 网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种每7天10到11次是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 也是看到的比较多的一种说法 这里也欢迎大家提供自己的测试数据 只要留言就可以 我会收集 收集到相对准确的数据以后 我会再出一期视频 谢谢 好的 这边先提醒一下 周限额只针对Pro账号 Altra账号没有周限额 Altra账号还是只有5小时的限额 然后当前这个数字不准 如果想要得到准确的数字 我们可能要再等7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1月9号说这个是开始到目前为止 其实也就是7天 然后周限额的时长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长 而是根据你第一次请求的时长 所以说这个7天是一个动态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再等7天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周限额 然后这里还提醒大家看一个点 如果真的是5天 就是5小时10次的话 大概也就是接近于5天8小时工作制 好我们继续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把我能找到的一些传闻都给大家列举出来 首先有人说每7天的限额大概是5小时8次 但这个就是这个说法的比例比较少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连续使用两次每5小时满限额 就是每5个小时用满150次 连续触发两次就会触发周限额 但这个我没有得到其他的认证 因为有用户留言说 他保留了10%的限额不使用 也触发了周限额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是每5个小时150次 然后每3天有1200次 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数字 然后这个也没有得到比较多的印证 我觉得这个很接近我们刚刚举例的5小时150次 7天1500次 它可能是有一个动态的时间导致了一个幻觉的情况 好的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和一些简单的提醒 首先目前你需要知道一个点 我们之前推荐的配额插件都显示的不太准确 主要的表现为你使用了配额 但是插件刷新不出来 这个主要问题在于官方服务器那边的APR好像进行了调整 它会好像有一个范围的刷新 比如说你用了10% 它就给你显示就是190、80这样 但是也有人说它是可以颗粒度刷新的 就是97.5%像以前一样 但是我目前我进行了个测试 你看我这张图 我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这个配额确实没有刷新 这个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第二件事需要跟大家说的是 1月15日有一些用户说自己的账号被封了 那么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正规的渠道使用 什么叫正规的渠道 Antigravity登录 Antigravity使用 好的 然后对现在我们刚刚提出的这个限额 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如果能保持每7天提供150×10 也就10次5小时限额的话 我觉得是勉强够用 当然前提条件是它不能再降了 如果再降 比如降到8次降到6次 这就到了一个不够用的地步了 好的 这就是这期Antigravity双限额周限额和5小时限额 分析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期视频如果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和分享 或者遇到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TP 谢谢